好,另外再看到树湖村 在110年的时候铺设了一条产业道路 那么为了方便农民在搬运农产品而铺设 不过在衔接台九线道路的时候 纵向的分割岛绿带阻碍了这一条道路的串联 那么相关单位近日是进行会刊 希望公路局第四养护段能够绿离移除 以便产业道路串联台九线 为了解决农民在运输农特产品时的便利性 花莲县政府五农业处农工科所施作的 四米宽190公尺长的产业道路 在台九线树湖村路段 未进行道路的衔接 当地农民表示 当初在施工时未进行道路的衔接 其实也是考量到交通上的行车安全 而这一次的会刊 希望能够将产业道路与台九线进行衔接 扫墓扫好就从这边要出来 结果不能过 又用倒车倒到最后面出去 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条是通的 对啊对啊 因为路都做到这样了 都是卡在这里 就不能过啊 一定是倒退的 你会希望让它能够接通 当然路都做好了 就是可以从那边出路 大家也方便 相关单位再次的进行道路的会刊 以及协调后 县议员徐雪玉姬表示 能够将道路绿带移除 进行道路的衔接 在道路的便利性以及实用上 才能够符合当地居民的便利性 自必应该让民众呢 让他们运输这个农特产品方便呢 可以行走我们的台九线 出入台九线 这个公路级第四工程处的养护所呢 我们的李站长 李建兴李站长来看现场 跟宏金府的这个 这个来看现场 跟我们交通队来看 那看了之后呢 我们也跟他提出来说 方便民众呢 出入方便 那我们也是南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顺着右转进来 然后我们要出去呢 也是顺着然后右转南下下去出去这样子 应该不至于会造成行车不方便 那我们也知道说 要顾虑到这个交通安全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农民 我们的民众来先导说 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 务必一定要注意到安全 据了解 素湖村该条产业道路的施工单位 为花林县政府农业处农工科所施作 能够将该条道路与台九线进行玄接 将可提升道路的产业价值 以及实用性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 类优优优独播道